天带大家看锦绣南哥第44集 沈黎哥据理力争 终将需求淡入朝堂 可需求却临时变卦 表示刘易康惧怕沈家功高盖主 命自己对沈师父子按下杀令 这时廷魏如实呈上了玉佩 不曾想这玉佩是许瞻的私人物品 许瞻解释她在前几日奉刘易康之命买随饼 但是后来被乞丐所巧 众人听闻觉得难以置信 而沈丰也因听信谗言 怒斥许瞻和刘易康 幸好沈黎哥出面维护 化解了僵局 刘易康随后关押了薛球 发誓一定会查明真相 一起千里迢迢感到健康 想要寻找沈丰 在街边闲逛之时 被气鼓鼓的沈丰撞了个正着 但却不知此人正是沈丰 另一边 许瞻恨自己糊涂大意 便跪在方英阁外 请沈黎哥降罪 刘易康深知她心里难过 便对她略施惩戒 沈黎哥也向刘易康表示 此事与信号有关 为了安抚许瞻 三宝和小新便带着她 努力在街头寻找人证 而王子金则被沈丰在朝堂上 过于鲁莽 随后便把她给沈举打造的宝剑 又转赠于她 希望沈丰以后遇事多加思虑 另一边 梅企自称沈丰妻子 来到沈府寻夫 却和沈丰大打出手 沈丰轻易制服了梅企 并把她绑在了柱子上 沈黎哥连忙跑来松绑 见她面露震惊 只好向其解释 冒用身份的缘由 沈丰 其实是我弟弟 最后 沈黎哥安抚了沈丰的情绪 表示自己一定会全力破案 并让她照顾好沈家上下 恰好这时 没起扇子拿起宝剑把玩 沈丰见状也大发雷霆 另一边的信号 打算火烧舔庄发动民乱 阻挠新政 并与众士族签订了盟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